台股今天收盘价再创下新高 快要到一万八千点咯 那么明后天要怎么动呢 下礼拜要怎么动呢 你就要锁定王瞳的节目 王瞳每天会告诉你明天会如何 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解盘 今天是2021年11月18号星期四 我想大盘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 对不对 而且大家都看傻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都不会回啊 明明看他要回来 他就是不回啊 对了吗 这个就是我一直强调 邪恶第五波的特性 我讲的不知道多少遍啊 对不对 来开始看一下 我说邪恶第五波标股总动员 有一个优惠案 速波专线02-6630-321 02-6630-321 我这里必须要强调 在邪恶第五波里面 只要是有本质的个股 会不断的冒头 而不是没有本质的个股 所以我又讲了什么元宇宙 元宇宙有真的元宇宙 有假的元宇宙 你们分清楚啊 不是说只要看那三个字 元宇宙笑死人了 是不是 有的个股 元宇宙还是亏损累累的公司 跟元宇宙个屁关系啊 你也要去玩 那你去玩没关系 我们永远是走正规军 我们永远是正规部队 所以呢今天呢 除了这个专案以外 我来告诉你啊 总的跟你讲了 加这一党 单兵攻击强棒股 这一党跟武汇获利翻倍 时间到2022年1月底 2022年1月底 然后联络转天02-6630-321 一样啊 有人解盘敢把时间都讲给你听的 你告诉我全台湾还有谁 对不对 不要每天他们讲 你看我都是预告未来 预告从来没预告过 涨上去的时候你都有 跌下的时候从从没有 我从来没看过一个人敢讲大盘 敢讲大盘的只有王统一个人 我必须强调很多遍了 只有王统一个人 而且还要讲对 讲错不稀奇 就像是你看一下 11月12号礼拜五 我公开告诉你 正式迈向18000点 当天是17518 当天17518看到没有 前面的我们都拿掉都不用讲了 就包括我说到了17000以后 会在17000点上下震荡一下 然后就再上去 我都讲过很多遍了 如果要把我过去对的东西给你看 那三个小时都讲不完 你要的是要未来 不是要过去 好了再继续看 11月15号礼拜一 礼拜一我告诉你 进入邪恶第五波 再讲一遍 18034飞高点 今天已经到多少了 今天看看 187 17841 距离18034 只差不到200点了 哎哟快到了 对不对 这个样子解法 再看一遍 来 看这里 这样子才叫预告未来 这才叫预告未来 看清楚 那再看 11月16号礼拜二 涨到58点 最低都是跌4点 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话形容 我刚才直接告诉你好盘两个字 直接告诉你好盘两个字 够不够 够了吗 这来继续看下去 好你看看 到了11月17号礼拜三 涨到70点 哇 又是这样子 电子领军 台股功高 都看到了 好 都看到了以后 我们继续看下去 11月17号礼拜三 我这个告诉你 还会涨 虽然是已经涨到1600点 还会涨 今天涨到没有 我就问你今天涨到没有 对的吗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王瞳的盘讯 你看完王瞳的盘讯以后 你就知道什么叫真功夫 什么是江湖术士 我让你完全的验证 那你要验证嘛 你看 11月18号 9点19分 11月18号9点19分 大盘已上涨3点开出 今天盘是平盘开出 还会冲高创高 看到了啊 然后再小回 再慢慢盘高 盘中只要翻黑即可净 主流在电子 今天会收红 再看清楚啊 还会冲高创高 然后再小回 再慢慢盘高 盘中只要翻黑即可净 主流在电子 今天会收红 你看看今天盘中有没有翻黑 你自己看一下 有没有 好 冲高创高以后 是不是压回来 翻黑了 下跌15点 下跌15点 看到没有啊 在这里 好了 从这里10点半以后 就开始一路又上去了 最后收最高 看到了没 有没有收红 有嘛 你有本事像王瞳一样 这样写出来吗 有嘛 没有办法嘛 我甚至 都有朋友打电话 来问我老婆 问说 你老公是不会通灵 我说我不会啊 我怎么会通灵呢 那他为什么每天的盘都讲那么准 很奇怪啊 对啊 今天我告诉你 有没有小翻黑 小翻黑就可以进去 你看到没有 有没有小翻黑 有 小翻黑就会进去 看到了没 看到了看到了 好了 现在我们来开始看今天的盘事 今天11月18号 礼拜四 主流在电子 我今天把这都写出来给你看 同时还有金融 你看一下个股 我直接打了啊 我们现在进电脑画面都不要动了 4966 普瑞 我直接打K点给你看 你看普瑞是不是创新高 千金股啊 2454 联发科 创新高 千金股啊 再来3533 加则 今天快到600 快到700了 最高698 快到700了 这档个股啊 是我们的连接器大厂 业绩好 这么多档的电子股开始出门向上 那我再给你看另外一个族群 叫做金融 我这都写的很清楚啊 你看2882 2883 2886 2888 2890 2891 你看到这是什么 国泰金 看到没有 国泰金今天创新高 看到了没有 再看2883 开发金今天创新高 再看2886 赵峰金今天创新高 赵峰金的重型全职股啊 1359 1,359亿的股本呢 看到了没有 好 再看2888 这个是新高 这个是新高 我的妈 也创新高 也创新高 今天我也在讲开发金 对不对 金融股都在动了 你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 要注意赢建股 王瞳都讲在前面给你听的 不是等他涨上去 哎呀 你看你看你看看 我们都要 对不对 韩英股早上去 你看你看我带你 买来十块钱 对不对 韩英股跌下来 没有了 我们都不见了 有本事像王瞳一样的解盘 王瞳看到金融股动 就告诉你后面什么族群会动 这才是你要的嘛 所以今天呢 我在这里给你讲的啊 来 11月18日礼拜四 电金双主流 大盘创新高 看到没有 再给你强调一遍 这里 18034 18034 不是高点 不是高点 我讲了几遍呢 对不对 你要放空 你去放 那么再来呢 你看一下 王瞳今天告诉你 金党个股啊 首先看看2409 友达 来 我直接跟你讲友达 我们直接打K线给他 友达今天也创高了 看到没有 3481群创 今天也创高了 6116彩晶 今天也创高了 看到没有 嘿呀 不是在一个多月前 研调机构不是说面板不好吗 面板要大降价啊 不降价不行啊 因为功过驴球啊 面板完蛋了 谁咋的 研调机构 大摩小摩 我还不再点名 我不用再点名了啊 王瞳讲的话的意思告诉你 你不要在里看那些无聊的东西 好 我们再看另外的啊 来看看 3260 威刚 看清楚威刚 还有 这轴打底打得多漂亮 这档动得比较慢 你看3006 你看它动得快一点 金豪科 今天虽然下来 没有关系啊 因为它已经长了一段了 3006 已经长了一段了 看到没有 好 好 那现在又要问你了 不是在昨天以前 昨天以前 都讲说低论不好吗 结果昨天呢 又出了一个消息 低论要好到明年的年底 在这里放利空 对不对 这里呢 现在开始出来力多了 那他还会不找 你这里看一下金豪科的获利好不好 我给你看好了 金豪科 纪理电路低论 前三季赚13.72元 13.72元的金豪科 他现在股价才多少 164块 你说便宜还贵 你从这个观点去看 他还会涨还是不会涨 你就判断出来了 我们来看另外的啊 2327 国具 我的妈咬 国具你看到了没有啊 有没有创高啊 有 创高了 2375 凯美 凯美 凯美也是慢慢上去 今天有下来一点 也没关系 2456 你看看 哎呀 起立心上去了 再来呢 你要注意看一档个股 叫6173 6173 信藏店 你自己看看信藏店 有没有上去 我现在打信藏店的资料给你看 前三季赚5.2元 被动原件的信藏店的好得很啊 就股价被打到稀巴烂 这就是叫超跌 超跌 后面就会有超涨的利润给你 除了他以外 我们来看一两个股 叫5471 给你看看 这是什么 松翰 这不是我今天讲的 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松翰 看到没有 松翰的业绩好不好 前三季赚7.03元 今年怎么看都会赚到9块10块 都会赚到一个股本 现在股价连100都不到 看到了 除了这这以外 还有哪些呢 还有像8299 群联 这个我都讲得很清楚 这就是我们会员的持股 我根本不需要卖 还有4961 你看看他 上去今天又下来 今天有一点点调节 不严重 不严重 好了 再看3545 今天也是这样 上去又下来 这也不太严重 除了这些以外 你还要注意看 3533 我告诉你的夹则 既然夹则动了 你就注意谁呢 你注意看3605 洪志 这个也是连接器 你看看洪志的业绩好不好 你自己看 前三季赚3.77元 赚3.77元的洪志 结果前两天股价被打得稀巴烂 这个就是超跌的个股 你要赶快找买点 好了 我现在讲的过很多了 很多了 再来我们看 一档个股价8016 哇 真的好公司啊 哎呀 以为这边收黑了 结果委派一拉就上去了 看到没有 好 今天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两天操作 昨天昨天 恭候各位 8182加高 市价出在58.7到58.9元 我们买在51.2元到51元 51.2到51元 好我们买的 这是今年第96个红包 看到了啊 我们先看一下8182的加高 哎呀今天下来了 哎没什么关系了 反正我们已经获利了结了 这是今年96个红包 这是昨天的啊 告诉你啊 再看今天了 今天你看一下啊 我在11月12号就告诉你了 恭候各位 2436伪权店涨停板 股价已创历史新高 没有出货即将 持股请安心续报 我们昨天买 就在86元附近买进 看到了没有啊 昨日收涨停 昨日收买进涨停 今天第二根涨停 这就是短线攻击股的威力 我给你看这张资料是11月12号 也就是说 我们手上就是有伪权店 大家看清楚 恭贺各位 2436伪权店 市价出在106元 我们买在86元 这是今年第97个红包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 王同告诉你 我们所有的操作 都是有评有据给你看 当然是事后 事前不可能 你不要认为说 我今天买进什么 我都要告诉你 不可能 但是事后 我就给你看了 所以这就是王同的style 这也是你所需要的 一个诚实的老师 而不是每天都跟你胡说八道 乱讲一通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们已经发了97个红包了 好 再看下一通 下一通 看清楚 11月18号 今天10点07分 5351 预创股价再创历史新高 我们获利已正式超过100% 此股请安心虚报 不急出托 看到没有 你看看5351 哎呦 今天还收红啊 我们就买在46块附近了 到今天为止 最高点来讲 96块 我们是不是获利已经超过100% 对了嘛 王同不会给你夸大的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卖掉 也不能说是 是不是不会超过 或是一定超过 没关系 他还会涨 我们持续赚 所以你希望要有预创吗 你希望要有8299的群联吗 你希望要有6173的信藏店吗 那有 那你要怎么办 赶快跟上王同脚步 所以我告诉你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说码 这跟你讲啊 邪恶第五波 标股总动员优惠案 再加振一档给你 单兵攻击强棒股 获利翻倍 时间到2022年1月底 联络电话 02-6630-321 看到没有 时间点都告诉你了 你还希望要什么 我再强调一遍 你不要计较每天的震荡 哎呀涨3块跌2块 涨5块跌4块 哎呀怎么没有涨停 不要这样想 王同告诉你就是波段行情 慢慢慢慢的往上 就像是4961一样 你看看4961 我再给你看一下 你看看4961 你们很多人要去买2603吗 我给你看看 2603能够比吗 2609能够比吗 你看看4961 你看看是怎么涨的 我已经讲这么清楚给你看了 你如果观点不清楚 我也没话讲了 好了 今天就把你讲到这里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至尊王同老师善于解读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 深准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段 短线无往不利 唯有王同带您走向财富的康庄大道 速播至尊专线 02-6630-3221 6630-3221 6630-3221 华冠头顾登记104金馆证字第009号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头顾104年金馆头顾新字第009号 帖104年金匹 写创 写刀 107聯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